逆天邪神 第2070章 三个考验 作者 火星引力 接下来一连数日 华彩莉都未能见到华浮沉 显然在避着她 但华浮沉也并未下令驱逐云彻 去问华清颖 他淡淡道 你父神需要时间 然后又用微重的声音道 你和云彻还是收敛些为好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心思 你是想尽快有欲 以此抢逼你父神 咦 嘻嘻嘻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姑姑 娜娜 那我先走了 姑姑不许暗中偷看 华清颖只能无奈叹息 直到第七日 华彩莉踏入一心间隔时 终于见到了华浮沉的身影 父神 她殷切地呼喊一声 一脸撒娇状地迎了上去 坐好 华浮沉目光 示意向了身侧 一脸威严 华彩莉乖义眼 然后小心怯怯地道 父神 还在生我的气吗 哼 华浮沉冷哼一声 你这些时日谁也不理 哪也不去 整日和那小子形影不离 明着在逼我 我若是生气 早都被你气死了 嘻嘻 华彩莉一脸讨乖地笑 娇声道 父神 我就是离不开云哥哥吗 他跳下座椅 蹲跪到父亲身前 小手轻晃着他的膝盖 父神 求求你了 你就成全我我云哥哥吧 我保证 以后任何事情都听你的话 好了好了 华浮沉抬手扶额 他最见不得的 就是女儿撒娇 他叹息一声 这些天 我一直都在你母亲的墓前 话彩里张了张纯 未有言语 我和你母亲说了很多 也想了很多 却始终无法真正跨越 我心中的那道障碍 她的声音 带着依旧 未完全消解的挣扎 最终又归为深深的无奈 但我同样 也无法跨越你姑姑说的那番话 你如今身心都牢牢系在那小子身上 若是强行将你们分离 你会碎心断魂 无论是何初衷 是何缘由 都是对你莫大的伤害 华福尘的言语 让华彩里的心眸逐渐亮灿 激动得道 傅神 你 你的意思是 你愿意接受 我可没说 华福尘肃然打断 随之又赚了语气 不过 我倒是可以给那小子一个机会 哇 华彩里的眸中 顿时千辛璀璨 他一声欢呼 傅神 你果然最最好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 听我说完 华福尘用声音压下女儿难易的激动 我还没有接受你们的事 只是给她一个机会 能否抓住 要看她自己 接下来 我会给她三个考验 若是三个考验她 全部通过 那么 心底巨大的压力 还是让她的声音微顿 才继续道 无论前方何种阻力 何种代价 我都会如你之愿 这番话 她似是说给华彩莉听 实则更是自己 交付于自己的觉悟 若那云车当真是可托付之人 那么 为了华彩莉 她可以去承担一切后果 尊严也好 前路也好 性命也好 但若她不是 哪怕华彩莉撕心裂肺 她也必须在第一时间 将它们彻底断绝 华彩莉的欣喜 顿时冷却了数分 三个考验 妇神 你该不会 是要故意为难云哥哥 然后当作借口吧 华福臣 伸手戳了一下女儿的颅顶 没好气道 我堂堂华星神尊 会谢于用这等手段 去刻意刁难一个小辈 哼 我算是看出来了 自从有了云车 你父神我在你眼里 已经彻底成为坏人了 没有没有 华彩莉连忙讨饶 父神是世界上最好的父神 那 父神能不能悄悄告诉我 那三个考验是什么 我保证不告诉云哥哥 华福臣邪谋 你连净土的隐秘 都毫无保留地 说给那小子听 我会信你 走吧 他站起身来 随我去见那小子 你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黎缩的话中不无担心 没什么可着急的 云车斜趟在庭院的寓椅上 惬意地仿佛在自家休息 而且 应该用不了几天 我就该离开这里了 你的意思 华福臣 还是会选择将你驱逐 黎缩话中带着不解 这与你先前所言相悖 当然不是 云车笑了一笑 都说帝皇无情 但对华福臣而言 财力却对他太过重要 所以 在最初的震怒和难以接受之后 他最终还会是为了财力 做出极大的妥协 但这个妥协 却需要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前提 前提 快了 云车轻语道 大概也就这一两天了 只是他会以什么方式 或者说什么借口呢 如果是我 大概会以考验为名 他思寸间 画连之明显急促的声音传入耳中 云公子 长姐和妇神一起回来了 云车的身体 瞬间如弹簧般崩直 来了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 他站起身来 便看到画福臣与画彩力 已踏入结界 他迅速向前 微微躬身行礼 晚辈云车 恭迎画心神尊 云哥哥 本和画福臣并肩而行 神态轻腻地画彩力 看到云车的第一时间就沾了上去 双手牢牢地抱紧她的手臂 与她紧贴得毫无间隙 画福臣火气蹭得上来 又狠狠压了下去 唉 女大不中流啊 小子 画福臣目如寒见 神尊之姿尽显 本尊有些话 要单独和你说 说完 他静止走向院落右侧的梁亭 背对着两人不发一眼 画彩力 悄悄捏了捏云车的手心 然后又不放心地道 父神 啊 你要好好和云哥哥说 不许凶他 我 我都没凶过他 画福臣没有回应 但隐隐有些肝疼 云车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缓步走到画福臣身后 未见画福臣有什么动作 一个隔绝结界 已在周围形成 也彻底隔断了来自外界的一切气息 画福臣终于转过身来 他看着云车 目光微而不灵 但那股至高上位者的无形压迫 便足以让此世几乎所有的灵魂为之经济 云车 他淡淡开口 面色无波无蓝 数日已过 你的想法可有改变 云车恭敬道 晚辈对彩力的心仪之情已跨越生死 天地可见 此生都不会更疑 哼 画福臣的画音带上了些许的冷意 巧得很 我的想法也同样未变 无论如何 我都绝不会允许你们两个在一起 云车猛地抬手 急声道 前辈我 先不要急着证明你所谓的真心 画福臣打断他 听完我接下来的话 你再重新自验自己的真心 云车收声 随之道 好 晚辈洗耳恭听 画福臣侧过身去 倒背双手 徐徐道 于本尊而言 要彻底断绝你与采离太过简单 只需一念之间 一指之力 将你从世间抹去即可 不过 你终究是救过采离的性命 本尊做不出这般狠绝之事 但 他声音陡重 本尊不做 不代表其他人不会 森罗神子殿九支 不仅与采离有着正式的婚约 他自身更是苦等了采离多年 对他用情之深 或许要由胜于你 而对一男而言 此生罪不可容 无外乎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你觉得 森罗神子会放过你 森罗神国会放过你吗 以你如今的能力 本尊杀你有多简单 他杀你便有多简单 云彻毫无惧色地道 晚辈于雾海之中 决意与采离相守此生时 便已想过这些 神国神子之怒固然可怕 但晚辈既已做出选择 便不悔不惧 不惧 华浮尘淡淡冷笑 你凭何不惧 他猛地转眸 我问你 你的生命是谁所救 你的这一身能力 是谁所教 云彻一正 坦然道 是我师父 在我十岁左右 将失去过往的我 从重伤昏迷中唤醒 我的所有能力 也都是师父所赐 你知道便好 华浮尘道 财力的姑姑 说你身上有着诸多益处 很多能力 或许整个深渊之事 都仅你一人 你的师父 想来是一缕 无比强大的摇骨神魂 他给予了你新生 也让你成为了 他力量的传承者 和存世的证明 而你 年纪上幼 羽衣未封 还未能让你师父的神灰 在这世上闪耀半分 便要为了一段 极不理智的男女之情 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 如此 你可想过是否对得起 将一切都恩赐于你的师父 云彻刚要开口 华浮尘已继续道 另外 若你当真是为了采力好 就该尽早地离开他 其中因果缘由 本尊早已与你说过 只是本尊没想到 这么多天过去 你居然毫无意懂 这让本尊无法不怀疑 你对采力更多的 究竟是真心 还是私欲 云彻并未反驳 而是道 与一人相守的真心 又何尝不是满足自己的一种私欲 这两者并无冲突 哼 这等废话不必出口 华浮尘淡淡冷笑 你只需知道一件事 那便是本尊无论如何 都不会将采力许配给你 你们两人这扭曲的纠缠 也将在今日彻底终结 能留你在神国至今日 已是本尊念在你 救过采力性命 对你莫大的容忍和恩赐 雨落 他的手轻轻向下一拍 石桌之上 出现了一个长约七尺 玄气环绕的玉霞 我折天神国 从不欠人恩情 这个霞中 是铸剑阁铸造的最强神剑之一 其名九星刘霞 其微不逊七剑尊之剑 你有此剑在身 不仅剑为无匹 更可依仗我折天神国之名 横行无忌 无人敢欺 另外 还有三颗翠魂丹 与三颗翠体丹 其丹气层面之高 纵是半神选者 都会为之癫狂 本尊一次赐予你六颗 这是我神国资质最优的后辈 也不敢失望的待遇 画浮尘转过身 手指点在石桌之上 运着神之威灵的双眸 看向云彻 拿着他 向财力告别 然后自行走出折天神国 当然 你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是 死秉着你所谓的不畏不惧 被扫出折天神国 然后继续活在愚蠢的痴望中 继续试图躺避当车 葬送自己本该璀璨的一生 葬送你师父所有的期望 画浮尘这一番画下来 他认为 云彻至少该有所动摇 但 视线之中 云彻的眼波和神情 别说动摇 自始至终 竟看不到一丝的动容 云彻的目光 只在那个玉匣上淡淡扫过 纵听闻九星留侠和丹药之名 也再未转回半顺 他保持着对长辈的礼节 与太 是一如先前的不卑不亢 我师父对我的好 从不带有什么目的 更不会丢我套上什么枷锁 相反 他对我更多的期许 是希望 我可以更加自意地 去过想要的人生 森罗神子的恨怨固然可怕 但早在意料 亦在情理之中 我和彩莉的感情 曾经跨越生死 如今 又何惧任何威胁 他抬手 与画浮尘傲然对视 神尊前辈 若要将晚辈驱逐 晚辈无力反抗 但 晚辈依旧是那句话 只要彩莉不放弃我 我便绝不离弃 此诺天地为正 纵死不明 画浮尘定定地看了他树西 随之神兮尽脸 悠然一叹 你小子 还真是油烟不尽 他手臂随意地一挥 结界瞬间消散 云哥哥 画彩莉立刻冲了上来 紧紧粘在云彻身上 笑得格外奄然 父神 看到了吧 我就说 云哥哥对我的心意 才不会那么不坚定 呃 这话让云彻一脸惊讶 其实 刚才是父神对你的一个考验 画彩莉直接拆台道 刚才那个结界 也并非是双向隔绝 我和姑姑在外面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你们 听到你们的声音 考验 云彻脸色亚色更重 什么考验 就是 父神说 要给你三个考验 如果云哥哥全部通过的话 他就会答应 取消与森罗神国的婚约 同意我们在一起 这第一个考验 云彻通过的 连一点惊险都没有 画彩莉 无疑心情大好 就连对后面考验的担忧 都淡去了很多 云彻脸上的惊讶 快速地转为欣喜 他难以激动地到 原来如此 神僧前辈 感谢您愿意 恩赐晚辈一个机会 无论何种考验 晚辈一定清尽所能 向您证明 晚辈对彩莉之心 哼 画浮尘美好气得到 才第一个考验而已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说完 他飞升而起 转瞬已在庭院之外 云小子 随我来 彩莉不得跟来 画彩莉跟到半空 又不得不停了下来 画浮尘好不容易才松得口 他不敢不听话 只能气恼地跺了跺脚 这时 画轻影的身影 陷于他的身侧 你父神带他去了折剑台 我可以带你去 但只可远观 不可出声 好 画彩莉连忙点头 姑姑最好了 百里折剑台 万箭环绕 箭气如蓝 画浮尘带着云彻 直落折剑台的中心 一个巨大的结界 也在这时开启 隔绝了折剑台内外 显然 直到此刻 他也不愿让太多人知晓 云彻的存在 云彻目观四周 开口道 神尊前辈 莫非是要考验晚辈的剑道 画浮尘副手而立 没有应声 云彻也不再说话 静默了好一会儿 结界缓缓献出一个缺口 三个人引并肩而入 伴随着三道剑笑之音 三人整齐而落 然后第一时间向画浮尘 恭恭敬敬行礼问安 而陈画婉萧化 梦于画归远 见过剑神 画婉萧年纪最长 公身道 不知父神赵剑 有何吩咐 画浮尘没有回答 而且向云彻道 听闻 你能以三级神主之力 匹敌神灭境出气 虽说常有天纵奇才 可超越小境界挫败对手 但如此程度 可谓荒谬绝伦 若非彩礼的姑姑亲口所言 本尊半字都不会相信 三个弟子的目光 也在这时转向云彻 乍听以三级神主之力 匹敌神灭境出气之言 他们的眼神也毫无疑问 变得怪异起来 若非画浮尘在侧 怕是都要忍不住吃笑出声 所以 本尊今日便来亲眼验证一番 他目光转向三人 这是本尊的三个儿子 皆是在近千年之内 完成了神灭境的突破 且已在神灭境一级的境界 完成了顾忌 由你择选其一 与你交手 若是能胜 罢了 只需不败 便算你通过此次考验 但若是败了 那便说明 你是施了什么手段期 瞒了彩莉和她的姑姑 也足可证明 你居心叵测 后果自知 这 话归远失口出声 下一瞬又连忙止住 能成就半神 他们纵然在一众弟子中 也毋庸置疑是最优异的一批 却要被一个不知何来历 玄力气息 只有区区三级神主的人拿来交手 三大弟子面面相去 脸色都很不好看 若非这是化浮尘之命 化作任何他人 都等同是对他们的挑衅与侮辱 盯了三个儿子一眼 化浮尘继续道 既为我折天神国的弟子 自然是以修剑为主 但 他们三人所修玄弓 见到又大不相同 该选择哪个对手 这就要考验你自己的感知能力 不必了 化浮尘化音刚落 云彻已是淡然出生 三位弟子殿下专程而来 岂可无功而归 他伸出手掌 掌心朝向三人 我选择 三位弟子一起上 本章完 下址完 出手掌心朝向三人 三位的颗 帊手掌心朝向三人 难道 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